詞曲 李宗盛 天黑不忘情 誰為你記錯 淚映寬笑聲 全屋一守 將來一夜見 為書見 證明我師命 去面我的愛 看夢 夢中 天我百千情 心事難靜 緣相去 心情分情 天使命 卻有人出痴迷 一夢未成 天使命 晚輩陳家樂 敢問大師法號 貧僧法號大府 這一段是比拳腳的 請陳師子斥教 希望大師能守下留情 羅漢十八色 師子果然博文廣見 馬妹出手過重 請大師原諒 書子果然身手不凡 這多得大師承讓 書子的武功精湛多變 不只出在邊門邊派 對, 晚輩家師袁士少 這支是獨創的百花初期 原來天使拜俠的高足 怪得你的武功如此精湛 書子, 請多謝大師 阿彌陀河 大師有了, 別這麼後歸 我不會像大夫那麼容易 讓你躺關的 拿給他 大師, 請 阿彌陀河 陳美這樣的武功 想你闖斂 你放屁... 放屁 大師承揚 你不要在這兒婆婆媽媽 你贏了我就過關了 多謝大師 施主, 你能夠過到兩關 捉見施主的功力不快 大師過獎了 不知大師的法號怎麼稱呼 藤真的法號叫大師 那這一關又是怎麼比試的 這裡兩邊擺滿了蠟燭 我跟你各站一方 哪一方面把對方的蠟燭點著 哪一方面就贏 不知施主的意下如何也有 一切就依照大師的意思去做 大師父 請... 師父 他要機智過人, 貧僧佩服佩服 晚輩實在失禮 只要事關重大 只出此下策, 請大師原諒 後面兩個院由師叔把手 他的武功進入化境 你小心為事 謝謝大師提點 請 請 年輕好運 你能夠練過三個殿堂 陳事主的功夫也算不足 謝謝大師 雖然你義父 現在不是少留的弟子 但是你也算晚輩 如果你能夠接貧僧十招 貧僧就讓你過去 希望大師手下留情 好 陳事主, 請你盡招 大師, 晚輩得罪 大師, 十招還沒打完 大師, 十招還沒打完 大師, 十招還沒打完 不如及早回頭 請大夫瞭辭吧 做捨臨半途而廢 今天就算性命不報 我陳家律亦視作等閒 阿彌陀佛, 師主請你過關 謝謝大師 恭喜陳師主 安嚴闖過四個殿堂 謝謝天雄大師 不知道這一殿 又要比試甚麼 老衲只想從陳師主講一個故事 大師請說 從前有個牧羊人 他積蓄了一大筆的財富 他為人攀劍不捨得亂用紛紛 有個狡猾的人 知道這個牧羊人生性如露 又想娶妻 於是他走去找牧羊人 他騙她說 我知道有個女子 生得如花貌名 那我就替你取為妻子 這個牧羊人聽見高興得不得 他將他一半的財富分給這個人 過了一年 這個人又去找牧羊人 這個牧羊人 他對她說 她說你的妻子已經和你生了一個兒子 這個牧羊人 萬分高興 又將一半的財富分給這個人 過了一個時候 這個人又去找牧羊人 他說你的兒子已經死了 這個牧羊人聽見 悲傷得不得烈 陳師主 你聽了這個故事 你覺得怎麼樣 大師是想說 世事萬物就像牧羊人的妻兒一樣 一切都是虛幻不實 陳師主果然 五星過人 陳師主既然一切都是虛幻的 何苦血力以求 得之之喜, 失之之卑 大師, 可否也聽晚輩說一個故事 好 從前一對夫婦 他們有三個病 每人吃了一個, 只得一個 於是他們就約定 哪一個先開箱 哪一個就不能吃這個病 過了很久, 他們仍然沒有出聲 有個賊人進去了 將他們的場面一掃而兇 他們見到這樣, 仍然守候不如 那個賊人見到這樣, 就大膽起來 當著丈夫面前侵犯那位妻子 那位妻子終於忍不住就大叫起來 賊人見到這樣, 就衝衝離不去 那個丈夫竟然笑了 你輸了, 那個餅是我的 不知道大師明不明白這個故事的寓意 老衲願聞其協 為了一時的安行響 而亡卻大苦 為了口福之容 而不理妻子受辱 佛家普道眾生 難道大師就為了自己 而不理天下蒼生的苦難?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陳師主滿腔熱血, 可敬可陪 老衲還想請陳師主聽一個故事 大師請說 從前有個老婆婆 她有一天在大樹下休息 忽然間跳出一隻大蟲 老婆婆就慌忙到大樹後面躲避 那隻大蟲伸走過去想捉住老婆婆 老婆婆也乘機捉住紅袖 大蟲彈動不得 老婆婆也不敢放手 因為她一放手 大蟲就會把她捉住 他們僵持了一日一夜 那時候有個老人經過 老婆婆就叫老人幫她忙 說把一半的紅肉分給老人 老人聽見過去捉住了大蟲 老婆婆一脫身 就逃去無蹤 陳師主, 你聽完這個故事 又有甚麼感想 救人危難, 奮不顧失 若壽軒年, 忠無守負 阿里加福 陳師主擔心熱血 老衲也沒話好說 陳師主, 戒致院就在這個殿堂後面 陳師主請別 晚輩善闖佛門重地, 請大師原諒 善哉, 善哉 余朕大歸之時 陳世觀及其妻如是未死 速殺之... 無謂 這張一定是雍正的物資 加上這份證據, 大哥一定再無疑問 福建蒲田少林寺 夏苑門下第二十一代 天子貝族加弟子 于萬亭 大罪獨白 弟子出身農家, 自幼家貧 從少於左能隨家女兒朝生相識 夾後兩情相遇, 私定終生 先父過世之後, 年年天寒 田中全無修食 弟子無奈衝外茅生, 與隨女暫別 兩人欲定, 弟子非隨女不隨 隨女非弟子不革 蒙恩師慈悲, 修為門下 弟子誓有負恩師教導 然繳上壽花背心 乃弟子離鄉時, 隨女所責 弟子未登本牌, 母號陀傲 即偷出師門, 師子下山 只應掛念隨女恩情, 陳緣未能局點 此所乎戒亂一人 弟子代歸故鄉 經聞隨女已下隔東地後足陳門 弟子相同之餘, 夜入陳府談事 朝生 平哥 平哥 為甚麼?為甚麼你這麼做 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對天發誓 為甚麼你不等我回來 為甚麼?這句話應該惡問你 為甚麼你這麼晚才回來 我晚回來還嫁給陳家嗎 你知不知道 自從你走了之後 這裡的生活一天苦過一天 我如果不是這麼做 我讓爹早就餓死了 就是因為你怕我, 是不是 不是, 我自己本身不要緊 我只是不忍心看著爹餓死了 而你又去過黃河, 一封書信也沒有 你叫我一個約束女子應該怎麼做 我現在內心感受怎麼樣 你還知道嗎 這段日子呢 這段日子我去世了 師父不想我跟外奸通信 平哥, 我已經拜過堂是陳家的人 你走吧 難道你這樣也不原諒我嗎 太晚了 不晚了, 你現在跟我走 平哥, 陳家有恩於我 我怎麼可以一走了之 況且一世已成事實 你又何必再苦苦相戰 朝生 平哥, 我對不起你 我欠你的恩情, 只有內心在乎 朝生 平哥, 你走吧 你走吧, 有人來了, 你走吧 朝生 平哥, 不行, 有人來了 平哥, 我求求你 如果你是為我好的 你走吧 朝生, 你報葬 好, 夾後隨女隨夫而居刀門 弟子依戀不捨 三年後再去探望 遇瘡外開事 適逢隨女淡下難應 急四日後, 弟子再去 經聞隨女之子被四皇子引真換去 四夜更有血的子三人 潛入陳家, 逃無不軌 好 啊 上回 啊 生妹 生妹 你保抵憂善 製女為弟子裹殤 保存於此之為蓋物 弟子御明黃色機紋 顯露少林武功為師門野和 此所犯戒律三日 原來依父對娘一綁情深 此後十數夢間 弟子淺生武雄 不敢再與製女見面 夾自雍正變露 弟子身孔雍正 加替製女以求滅下 乃在往陳家 無論弟子趕急陳家 見陳家上下五周到海 至於製女急氣游自 弟子救出女主人 以為安寺 弟子身為少林圓下 帶頂人為開仇 敗壞少林千怨 此所犯戒律四日 弟子犯此四大戒律 身至黃河 敢將經國使門陳恩師座前 跪靠開恩法羅 義父娘 哈義不朝 果然會懷疑起地 陳中堂主 堂主 醒醒 陳總舵主... 不要了 小心... 陳總舵主, 你多休息一會兒 你已經暈了一天一夜了 是呀, 你內傷這麼重 如果隨便動動 萬一雙雙雙加雙就麻煩了 我沒事, 我想去見娘親 就算急也不差三兩天 你安心在這裡靜養 讓她的傷勢好一點 我們陪你一起去 是呀 陳老大主, 你休息一下 長城真的很漂亮 這個已經拼得不漂亮了 公主, 如果你看到真的長城 你會覺得他幾個文偉壯觀 比起這個, 真是大千千萬萬倍 真的嗎? 長城建築在山聯之上 遠延萬里, 是巷人偉大的建築 是呀, 如果公主你站在長城上 一攬無濟 還可以飽覽我們塞外的風光 那見不見我們迴疆呢? 當然見到了 到時候公主站在長城之上 還可以跟我們揮手 還有一攬無濟的風光 沒錯 大哥, 你快點回來 帶我遊長城, 見識一下你漢人的地方 翠兒皇先生 姐姐 姐姐, 你去過中原 你一定見過長城的, 是不是 大哥這麼久都不回來 不知道是不是忘了帶我去長城玩呢 傻瓜 大哥一定會記得的 可能他還沒犯妥事 到時候我叫大哥帶你一起去 我們三個一起遊長城 一定會很開心的 姐姐, 我們一起去吧 翠兒皇先生... 好, 王... 翠兒皇先生 你...到底發生甚麼事 我...有千次萬賣的清兵 好, 王先生 姊姊 啟本族長 少衛軍隊有十萬之眾 分東南北三的方向, 自擊我們 有此理的這些清兵 怎麼會硬是對我們苦情不憂 爹, 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十萬大骨 難道上天真的要我木卓倫滅亡 清兵 清兵, 你有沒有想到甚麼辦法 上次少衛大軍已經中了我的圈套 我只怕他這次不會再上當 如今之計, 我要撤退去西面 以備其風 不行, 我們怎麼都不能撤退 真神老大賜這一幅聖兔給我 就算我要死, 我也死在這兒 爹說得對, 我們頭可斷血可流 就算要流血, 也要留在這塊聖地之上 可是苡硬拼, 我們只要死路一條 青銅, 你怕嗎 青銅怎麼會怕, 我是怕 爹, 我不怕 我死有何足色 可是我們族中還有萬千個婦女 難道要他們一起死嗎 是 你說得對, 好了 這次我就交給你指揮了 白旗隊長 是 你帶領族中的老弱婦女去到安全的地方 免得將士牽掛 定命 青旗隊長 是 你帶領二千精兵在南面迎擊敵人 記住, 敵眾惡寡, 只開猶鬥 打擊敵人的士氣, 千萬不要正面衝突 聽命 黑旗隊長 是 你帶領三千精兵在阿拉提的設置陷阱 迎擊北滅的敵人 明白 青銅, 我應該怎麼做 敵人的主力應該正東 大哥, 你帶五千精兵去截擊他們 記住, 小心點 我會, 你們也是 爹, 我去 願真神阿拉, 保佑我爹 你看, 是流星 照看人所說 流星是不祥之物 是流星 是不祥之物 這只是漢人的說法 我木卓倫 一生歷盡無數風險 日子都是勇往直前 想不到現在變得為首為美 怕起上來 爹 青銅 你心裡一定在笑爹 你笑我是一個貪生怕死之輩 是不是 在女兒心目中 爹永遠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真英雄 女兒怎麼會怪爹 其實我一條老命死何足色 不過... 你是擔心客司禮嗎 爹, 你放心 真神阿拉一定會保佑我們度過這個難關 爹 阿姨 大哥 爹 怎麼樣 我沒用, 我守不住 不關你事, 你起來吧 青狗很厲害 我們實在受抵擋不住 族長 阿朗明 阿朗明 你沒有故事沒有? 族長, 你懲罰我吧 阿朗明, 你憤勇殺敵 我又怎麼會懲罰你呢? 你安心養傷吧 你康復之後 我們再跟青狗決一死戰 你放心, 我一定會好好養傷 殺了那些青狗的 阿朗明, 你支持住 你再跟青狗的 你再跟青狗的 我們一起殺敵 你答應我 你支持住 你支持住 無謂青徒 一定要無謂青徒 阿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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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流星真是不祥之少 阿朗明 客師禮 爹 青兵就快攻進來了 你快點走吧 爹, 我跟你在一起 我不會走的 爹沒用 爹保護不了族人 更保護不了自己的家人 爹, 你別這麼說 是滿洲人不好 侵入了國土, 殺了我們的子民 阿朗一定會懲罰他們 所以知道爹已經盡力了 白師禮 你自己了斷了 爹 你這樣還不明白 如果你一旦被清兵俘虜 你那時候比死還更加痛苦 你怕 我只是想等大哥 不要再等了 只要見了大哥, 我死得命無 是我說過的, 他一定會回來的 趕不及了 陳公子趕不及回來的 客師禮 你原諒爹 爹快要來陪你 爹 爹沒用 爹殺不下手 爹殺不下手 爹 阿姨奶奶 阿姨奶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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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頭, 你把你帶一對人馬 保護客師走 爹 如果有人要侮辱你的 你就把這把匕首知我了斷 以寶貞節 爹 青涂, 赫師禮, 你們大了 爹不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們要照顧自己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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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啊 啊 姐姐 走 走 清醒 您爸 扶个小心 好 他你擦死你个魔 爹, 大公 爹, 大公, 老师 青銅... 為甚麼我在這裡? 我們知道清軍要進軍回報 所以特意趕來幫忙 誰知道離池搬布 清兵人多勢眾, 我們趕到他的時候... 那我爹和大哥呢? 不行, 我們馬上回去找他們 清東 爹... 隨便看看 這支髮簪, 看看 公子, 你看這支髮簪, 手工很精巧 如果送給你夫人, 她一定會喜歡 陳公子, 這支髮簪不錯 好, 就要這支 快點 娘, 孩兒回來了 娘 娘 娘 陳忠墮主 這裡似乎有一段日子沒人住過 不會的 娘不明說在這裡等我回來的 難道有甚麼意外 陳總陀主 我想你不如把老夫人的容貌告訴我們 我們大家分散去找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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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經回來了 你到底去哪兒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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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找遍整個杭州 都沒有陳老夫人的消息 我真的怕總臺主 精神負擔不來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我始終打了三幾天 是為了陳老夫人的蹤跡 附近方園幾十里 我也打探過 但是還是沒有陳老夫人的消息 陳總舵主 老夫人複擇心後 不會有事的, 放心吧 我們回北京會合大家 陳老夫人, 不如留在這裡 再找幾天吧 我不想為了自己的事 連累大家 我們明天就走 總舵主這麼小的年紀 就要負起這麼重的責任 真是難委屈 建雄建剛 是 你們兩個留在這裡 繼續查探老夫人的消息 必要事請江河上的朋友幫忙 一有消息 馬上來北京通知我們 知道, 師父 師父... 請江河上的位置 請江河上的位置 走到街上 周老英雄 待會兒見到大家千萬不要提起家母的事 免得大家擔心 各位當家, 我來遲了, 真是不好意思 既然大家這麼齊集 我也要商量一下反清的事 四哥, 最近京城裡有沒有發生過事 沒有我, 總舵主 老夫人最近怎麼樣 我已經把他安頓好 起義成功之後, 我就會接他回來 總舵主 你回來就好了 甚麼事 當我到了回報的時候 整個回報已經被巡邏大軍移為平地 遍地私鞋 我看慕老英雄全家已經... 七哥 是, 通通了 給我通知皇帝 我立刻要見他 是, 皇上 皇上吉祥, 甚麼事 請我進來 是, 皇上 參見皇上, 陳公子大盜 有沒有人見到 回皇上, 沒人見到的 好, 你立刻加派示威 任何人不得擅闖養心殿 為者隔殺人 是 老公, 禁物帶來了 好厲害 好厲害 拿出來給朕看 我想你不需要再看 家禄 你幹甚麼 你自己做過甚麼, 你自己知道 朕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為甚麼 為甚麼你去出兵公帶回報 原來就是為了這件事 回報已經顯示了 為甚麼你要出兵公帶 大家唐殺 為甚麼你這麼殘忍 這不是朕的意思 你試想一下 朕跟回報毫無恩緣 朕為甚麼要勞師同眾 去剿滅一個小小的部落 你們全都是太后的意思 你身為一國之君 掌握天下大權 難道叫聽命與太后 你分明是藉口 家禄 公情的鬥爭 你是不明白的 朕雖然是一國之君 可是很多時候都身不由 八旗春蒙之中 很多都是太后的身份 他們表面都是聽命於朕 可是暗中是太后的義務 朕這個皇帝真是不遲早 貞土迴疆的事 朕本來就是極力反對 可是恐怕過於極力 引起太后的詐異 反而誤了我們的大事 家禄 無謂為了這件事 而傷了我們兄弟之情 你沒有騙我 你不要忘記 朕是你的親兄弟 朕怎麼會加害於你呢 況且遺兄已經為你安排好 日後將來的兄弟 帶入宮中恥意觀跡 將來我們可以屢應害的 就只憑你片面之恥 好 如果朕有半句虛言 朕就死無全師 永大主... 各位當家 以赴創立紅花會 都為了驅除大路玩過漢塞江山 如今大事指日可成 義父之道一定含笑九泉 朕大主, 你做了九門提督之後 那個九王... 那個皇帝有沒有提過我們 他說在我們之中 有才德的就保證上去量才而用 好呀, 我也可以做個水師提督 好呀... 好呀... 赫師奶 你看到我的心裡 沈ücke 他送他 ある麽 難六 遊須 誰直接決定 我 Huh 楊